接下来请收看佛寺巡礼 佛寺不是信仰 是一种教育 是一种生活 佛是我们的老师 不是我们崇拜的对象 其实我们自己 透过自己的进步 升华 进化 然后到达圆满 这些都可以透过我们自己去努力 不需要依赖别的更高的神 或者是存在 来得到救赎 其实要学习的是开发自己 把我们本来的亲近的佛性 把它开发出来 跟自己的进步 裡面有一座弘法教育的佛教的場所 讓在世間的人很容易能夠親近到佛教的道場 因為我覺得佛法是一種教育 佛法是一種生活 那麼如何在生活當中可以接觸到佛教 把佛法利用到我們自己生活裡面去 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說如果我們有一個空間 它比較貼近我們的生活 那這樣子的話他們就比較容易理解佛法所談的內容 如何去落實佛法 當時候我建立這個菩薩寺的時候 取名菩薩寺 因為我認為佛陀成立了這個生團寺院 它就是一所學校 它就是在幫助我們學習人生的道理 生命的智慧落實在我們生活之中 然後圓滿自己豐富自己 淨化自己 讓我們能夠得到真正的快樂 自在 所以說 菩薩 如何做一個菩薩 這是我們人生的一種價值 我們來到這個世間 就是要學習 分享我們自己生命的一個成就 跟快樂 很多人把佛法當成信仰 甚至是一般的宗教 所謂的宗教就是說 它有一個更高的存在 像神或者道 那樣子的存在呢 可以救贖我們 因為我們自己沒有能力 得到解脫 得到快樂 需要得到救贖 才有辦法得到 一種解脫快樂的一個境界 那我們怎麼樣把那樣清淨的本性 本來存在的一種潛能 開發出來 慈悲不是別人教我們 我們本來就有慈悲的能力 只是被我們的無名煩惱給障礙住 所以透過佛法的學習 我們可以把它開發出來 那菩薩是這裡所要慘揚的 就是 菩薩 智慧的法 讓每一個人 來了解佛法真正的精神內涵 核心的思想是什麼 那這樣子才能夠真正幫助到我們的生活 幫助我們得到真正的快樂 願此終身超法界 協為悅悉皆聞 文成清淨正圓通 一切眾生禪正絕 歐往前來的地也受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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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往前來的一種 科版的宗教建築 如果有應該是印度士的 不是我們現在講的這種 中國的這種宮殿式建築 佛法從印度傳到中國來之後 當地的這些皇家貴族 他們也學佛 然後他們就把他們自己生活中最好的建築空間 供養給這些出家眾 讓佛法這個三寶可以在這裡住持 在這裡獎金說法利益眾生 這樣子的一種空間 就從古代一直傳承下來 就變成是我們現在 一般科版印象中的這種佛教建築 但是這樣子的建築 我認為就是說 因為我們沒有一個人 現在生活在那樣子的空間裡面 所以說 如果我們還是用這樣子的方法去建寺廟的話 會跟我們的生活有距離 會無形之中給人一種感覺就是 這裡是拜拜的地方 信仰的空間 而不是生活 所以說我希望呢 現代的佛教 應該有他自己對佛法的一種 現代的詮釋跟領悟 然後如何去落實 空間只是學習的一個地方 那如何把這樣一個學習的地方 用現代的建築方法來詮釋佛法 我們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現在呢我們的這個市區啊 整個都是水泥 對我們的生活其實我們是有壓迫的 我們一般的人現在的生活就是 過得很舒適 各方面的條件都很好 但是我們的精神是不是也很健康很強壯 那所以說這個部分是需要被提醒 被鍛鍊 被升華 那所以如何把人帶回到自然去 如何透過環境說法 這個是我們在創造這個寺廟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把它想進去 讓人走入這個空間它自然放鬆 自然有一種就是說養育 這樣子的一種感受 它在這裡得到一種安靜放鬆 然後能夠這個心情能夠恢復 像我們看阿彌陀經裡面 這個阿彌陀佛世界啊 樹啊 這個風啊 鳥啊 這個環境呢 都會說法 讓我們念佛念法念生 那佛跟自然是很有關係的 尤其跟樹 佛是在樹底下出生的 然後他出家修道也是在樹底下 成佛也是在樹底下 所以樹跟佛教有很親近的關係 所以如何把樹帶入到我們的修道空間來 我們的寺院裡面來 讓隨時隨地你在這個各個角落都可以看得到 讓人一走進到這個空間來 那個環境本身就在教育它 當一個人來到菩薩寺的時候 走入這個山門 還沒進大門之前呢 這裡有一棵梅樹 在歡迎著我們 來往的這些行者呢 他們在這個炎熱的夏天的時候 他們可以走到這個地方 有一個歇腳的地方 讓他們可以坐在門口 這裡呢 很舒服的 很安定的 能夠在這裡 有一個地方可以歇腳 然後看著裡面的這個水 還有就是蓮花 這個佛像 在煩躁的時候 經過那個前面的水池 它從那個開口 就可以看到內部的一種寧靜 或許也可以給他一點加持 給他一點幫助 從那個門口走進來之後呢 我們就會看到有樹枝特別的壓低 是要讓我們學習低頭 因為佛法公敬中求啊 唯有透過公敬的心 我們才有辦法看見自己 才有辦法看到自己的局限 需要努力的地方 那麼進一步豐富自己 提升 進化自己 然後我們這個橋 旁邊也都沒有這個欄杆 在殘門裡面告訴我們 要照顧腳下 也就是意思要活在當下 專注安定 所以我們才有辦法發覺危險 我們也才有辦法進一步的去處理 隨時隨地活在當下 這是我們人生的一個功課 透過五感去感受這個生命當中的一種變化 國法教導我們無常 所以在這個四季當中 樹五它在變 有的時候是綠意盎然 那麼有的時候呢 樹葉都變黃了 都變紅了 甚至到了冬天只剩下樹枝 然後光影在一天當中的這種變化 可以讓我們察覺到每一個當下的這個千流變化 讓我們去體會這個佛法的一個精神內涵 那麼這就是我們要學習佛法的一個重心 在大殿的佛像後面是玻璃 然後後面有一棵大樹 這個大樹就是像佛坐在這個樹底下 在講經說法的一個情境 讓我們去意想 這個佛曾經在菩提樹下 為弟子們開示的一種感覺 在爬這個樓梯的時候 就好像潮山的這條路 潮生命的一座山 他繞了一圈 繞了一圈 然後再慢慢地爬上這個中台 然後呢 再轉身 然後再轉向這個佛墊 到了這個中台的時候 看望我們的來時路 就是我們從哪裡來 然後呢 敲這口鐘 就是意味著一種覺醒 察覺到生命的一個局限 發願要去就是學習突破 學習超越 豐富自己的生命 獲得真正的快樂 所以再轉向大殿裡的佛 然後往佛的那個方向 一步一步地前進 所以這個是菩薩士當時候的 這個一個規劃 一個理念 就是透過環境的一個安排 然後讓大家能夠體會 在生活當中的一個佛法 這個菩薩的智慧的開啟 剪法式的一個建築 所以沒有太多的雕琢 都是把多出來的東西 捨掉 放掉 剪掉 學習佛法的核心精神就在捨 捨掉我們的煩惱 捨掉我們的貪嗔痴 捨掉我們過往的這些不好的習慶 所以說 學習捨 它自然會產生出一種微妙的美 很多的年輕人 甚至有一些人特別來菩薩士 從任何一個角度去拍攝 拍照 然後他們看到這個環境很特別 在哪個角落拍照都有一種驚喜 因為任何的一個畫面 都會變成主題 就會呈現出它微妙的一種美 那我覺得那個就是一種自然的美 不是刻意去雕琢出來的 那麼這也是佛法的本質 佛法本身就是教育 菩薩重視的是教育 建設外在的這個寺廟 這只是一個方便 就是讓人有一個空間來做學習 但是實際上我們在這裡面發生的教學 這是更重要的 因為那個才是真正能夠植入到人心 然後幫助到他的生活 改善他的生命 我出家之後 一直就是從事佛教的教育工作 就是在佛學院訓練出家中 我們說佛法能住持在世間 就是因為有生保的這個弘揚佛法 那所以說出家人的教育非常重要 在家人的教育也一樣重要 只是說以出家中為根本 因為這是他的責任 如何在我們的這個空間 就是在我們居住的環境 去找到這樣子的人 或者種子可以被培養 然後再加上我在1998年的時候 第一次踏上這個朝聖之路 去到了印度尼泊爾 就是佛曾經在這裡 就是他出生的地方 弘法的地方 然後這個地方的參訪 那我第一次去到那個地方 其實我非常的震撼 因為這個地方 一種落後 貧窮 甚至聖地的一個破敗 身為一個佛弟子 我看到這個內心是很震撼的 而且是有一種悲傷 為什麼佛教會落寞到這種程度 如果我想這個其他的宗教 他們的聖地應該他們會很積極的 如何去維護它 如何去照顧好這個環境 甚至當地的人也都是學習他們的宗教的 佛法在印度已經可以說是沒有了 這個學習佛法的人太少了 對佛教的認識幾乎是已經是變成是一個歷史了 看到那裡的貧困 我們對當地的人 我們會有一種憐憫 想要去幫助他 一般就會布施一些財物 去救濟他們 但是我覺得這樣子的幫助太有限了 就是可能當下利益到他 但是他後面的生活 他的生命的問題還是存在的 唯有透過教育才有可能改變這個現象 因為尼泊爾是佛的出生地 所以我們應該要秉著一種感恩的心 回到那個地方去利益當地的眾生 讓他們也能夠同時學習到佛法 利益到他們的生命 改善他們的生活 再重新把佛法播種下去 讓當地的人可以感受到 佛法的滋潤、加持 讓他的生命能夠得到升華 那同時也讓我們培養 未來的佛教身材 有一些優秀的出家眾 能夠來弘揚佛法 利益更多的眾生 所以在八年前 我們有一些姻緣 就是認識當地的一些法師 他們也願意就是幫忙 協助我們去找這些學生 去物色這樣一個學校的空間 然後就是幫助我們設立這樣一個道場 一個學校 法的一個教學上面 我們要花很多的心力 這是我們佛教徒的責任 我們要更加的用心去做 我們要更加的用心去做 所以我們希望在這個地方 透過各種課程的一個學習 幫大家找到跟自己的生命對話的一個因緣 所以在菩薩寺茶茶茶舉辦一些禪修的課程 然後有些是以瑜伽式定論 作為一個引導的基礎的禪修 然後也有很多屬於生活產的這樣的課程 比如我們大家很喜歡的宋波的禪修 菩薩寺到現在大概有七百多個波 希望大家透過一個波 跟自己的心來對話 然後在敲波的時候 每一個聲音就好像每一次的覺醒一樣 因為我們可能忙碌於工作 或者是說現在很緊張 匆忙的一種生活的模式 會讓我們慢慢失去觀察 我們那個每個念頭的生氣 那敲波呢 這個波的聲音非常的獨特 它真的就是來自於天跟地 賦予我們的一種 我覺得是一種很美好的能量 因為它是有很多的金屬 所製作出來的這個波 所以每一個波呢 幾乎敲下去 你得到天 得到地的祝福了 然後心安靜下來了 因為在磨波的時候 如果你磨很快 就會有啪啦啪啦的聲音 提醒我們 要慢下來 我們都是太快了 所以我們一直在創造很多苦的音 然後透過這個波呢 我們可以開始一點一點的更認識自己 這個是我們出的書 它叫做《天文宋伯》 那這書的這個中間的這個銅片呢 其實就是在代表著一個送波 那也是在幫助我們看到生命的廣大 所以當這個書翻開來的時候呢 剛開始我們以為這個生命只是這樣一個小小的圓 但是透過送波的一個跟你自己內心的一個對話跟開啟 你到最後慢慢你就會發現 你的生命的這個圓啊 其實遠遠超過你所想像的 你所認為 你每敲一個波 你的心就被打開 你會看到最圓滿的 最粗的那個樣子 你透過超波 越來越認識自己了 看到自己的心了 你終於相信你的生命是這麼樣子的豐富 然後是可以去成為這個世間 可以去幫助別人的那樣子的一個光明 所以非常希望大家有空來菩薩斯敲波 那所以在菩薩斯幾年前 我們就是我利用了大概八年的時間 也是教隊的這個重新教隊的大波瑋經 這個大波瑋經是佛陀在金剛菩提座上 悟道的真理 就是我們學習佛法 佛法是什麼 為什麼佛法可以幫助我們 破除我們的煩惱 煩惱是什麼 智慧是什麼 那如何把煩惱轉成菩提 進化成菩提 這個就是我們在大波瑋經裡面 佛所宣說的真理 那如果我們學習佛法 沒有學習到這樣子的一種智慧 那我們的煩惱如何進化 如何斷 這個是核心的一個思想 所以故經從唐朝玄奘大師把它翻譯完之後 它沒有得到相對的一種大力的推展 因為古代的經書都是抄寫的 不像現在是印刷的 那在抄寫過程可能就會有一些錯誤 可能增加一段少一段 或者是自寫錯了 那麼所以說這一些錯誤呢 應該都要被定證 在學習上面需要有一個比較好的版本的經典 來做我們的衣櫃 那所以在菩薩寺幾年前 我們利用了大概八年的時間 尋找比較接近當時唐代的一個翻譯 重新校對的大波瑋經 在台中這個地方 然後小小的一個菩薩寺 有人想要來學習 其實可容納的人數也不多 在菩薩寺這裡 我們經常用網路教學 把我們所錄製的 或者是現場轉播的這些課程 能夠在網路上面 讓學習佛法的大眾 能夠即時地接觸到這樣子的一個資訊 佛法會沒落 是因為我們對於佛教的教育內容 我們不懂 不了解 然後沒有去推廣它 所以一般社會大眾對佛教不認識 以為只是拜拜 以為只是講一些比較神奇 一些感應的一些境界 這些就是佛法 不是 佛不是要講那些 佛法是要教導我們人生的道理 開啟我們生命的智慧 讓我們破除我們生命的苦 煩惱 佛出世只是為了開示侮辱佛之之間 意思就是要幫助我們認識佛的智慧 認識生命的實相 這就是佛當時候來到這個世間的意義 修道人就是要學習突破自己的局限 自己的障礙 我們才有辦法讓我們的心強壯起來 有力量 在面對我們自己的煩惱 在面對我們的苦的時候 我們不會退卻 能夠升起勇猛的心 去超越這些障礙 要很清淨 要很有力量 有智慧 慈悲去面對各種的境界 所以透過這樣環境的一種生活裡面 潛移默化 去鍛鍊我們的心 如何把佛法宣揚開來 讓每一個人知道佛法的真諦 佛法的精神內涵 然後實際上能夠 在他自己的生活當中去利益到他 那這個才是菩薩是存在真正的意義 希望各位多收看生命電視台 將生命電視台 所聽到的叫法 進入您的心 改變您的生活 幫助這個世界 護持帳號 1996-5232 1996-5232 護民生命文化基金會 基陀寶燦 護生 蒙山詩時 宮崎 蘸山法師 蘸江法師 蘸桐法師 蘸桐法師 共同主法 日期2月6日 正月初六 星期日 上午9點半 地點 屏東廟雲寺 屏東縣萬丹鄉 興安村 大興路175號 洽詢電話 07-221-2323 07-221-2323 靜邀菩薩參與訓習 同山法義 共睦佛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參加共修 盡情佩戴口罩 日期2月17日 星期四 時間下午2點開始 地點 南投縣普里鎮 天子宮 南投縣普里鎮 中興路 23-10號 洽詢電話 049-2315-999 049-2315-999 靜邀菩薩參與訓習 同山法義 共睦佛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參加共修 盡情佩戴口罩 靜邀菩薩參與訓習 靜邀菩薩參與訓習 過 lap ax 生命圓滿 阿慕陀佛 八千元 滑水